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イノエです 今天是終極日語的第三堂課 那首先問大家 說到禮物的時候很開心對不對 那那個開心是 用日語是嬉しい 還是楽しい 今天我們要學的是嬉しい和楽しい的差別 那首先看一下嬉しい 嬉しい是開心的意思 但是它是一瞬間的開心的感覺 就是中文的高興的感覺 所以我收到女朋友的禮物 非常開心 那個時候會說 一瞬間的開心是嬉しい 那楽しい也是開心 但是它是快樂的感覺 比如說我上個禮拜去日本 很開心很好玩很快樂 那個感覺是楽しい OK嗎 那比如說考上大學了 非常開心 那它的日語是 大學に合格しました とても嬉しいです 因為合個瞬間的開心 高興 嗯 那也是嬉しい OK 大家了解嗎 因為這個問題也是常常會講錯 那如果收到禮物的時候 一定要說 とても嬉しいです OK 那就今天下課 拜拜 最後一遍 最後一遍 YouTubeの説明欄に Facebookページと ブログのアドレス載せているので よかったら見てください あとYouTubeのDIN欄も クリックしてくれると 嬉しいです あともし何か私に質問があったら LINEのIDあるので LINEから説明くれると 助かります じゃあ皆さん日本語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OK バイバイ